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 是非成败间感叹英许 请听汉朝那些事 甲娟之的威严 汉原帝耸听之后徘徊了 犹豫了 犯难了 朱牙郡的叛乱是一个难踢头啊 战 劳民伤财 不战 朱牙叛乱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左右为难的汉原帝 随后把这个难题 抛给了朝中大臣 让他们来想办法 都说人多力量大 这话一点都不假 中大臣商令来商令去 最后达成了共识 既然朱牙想搞独立 想实现高度的自治 那就任其自治 让他们独立好了 而大了都不由娘呢 更何况一个山高皇帝远的 偏远山区呢 汉原帝在采纳群臣们意见的时候 也就等于采纳了甲娟之的建议 然而 汉原帝并没有因此就对甲娟之格外的看重 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什么的 弄得甲娟之是一个劲的叹息 这是啥世道啊 我的官运什么时候能轮转呢 其实甲娟之线上的 称不上什么锦囊妙计 无非是朱牙俊 要搞独立由他去 纯粹一个放任自留 如果这样成为基本国策 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看来仅凭一人之力 要想谋得一官半职 那基本上是痴人说梦了 郁闷中的甲娟之 想到了一个好朋友 杨兴 提到杨兴 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了 正是因为他的风吹两边倒 结果使得汉原帝 对周刊师徒产生了信任危机 这俩哥们都属于不得志的那种 甲娟之嫌自己没有官党 杨兴嫌自己官小 有一回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闷酒 画见一壶酒 对饮成三人 两个人喝着喝着 话就多起来了 以杨兴之才 当是经兆尹的最佳人选 甲娟之趁着酒星 就来了这么一句 杨兴得谦虚呀 甲兄 这是往我这老脸上贴金了 愧不敢当啊 如果我能面见皇上 一定要代为推荐你 我看甲兄天生就是做上书令的料啊 以你的才华 应该比那个五路冲踪高明的多了 他们两个互相吹捧起来了 五路冲踪是实险的朋友 正是因为实险的关系 他才能坐上上书令的位置 甲娟之听到杨兴的恭维之语 先是喜上眉首 随后是忧愁眉索 连五路冲踪这样的庸才 都可以得到重用 而他这样自负财高八斗的人 却怀财不欲 他能不忧吗 忧愁之中的甲娟之就说了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与其等伯乐来找我们 不如我们主动去找伯乐 杨兴来了这么一句话 引得甲娟之一脸期待 杨兴隔了一会儿又说 如今的朝廷 真正的一把手是实险 他不是首府 但圣死首府 他把持着朝中百官的 仕途和命运 一句能顶万句 要想当官啊 都得过实险这一关 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实险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实险是万万不能的 但从这一点来看 实险和汉宣帝时的霍光 可以称为隔代双交了 这时候甲娟之的脑袋 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行行行行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但要我和实险这样的 奸臣燕党为伍 对不起 我做不到 那接下来杨兴就充分发挥了 一个说客的本领 说大丈夫能躯能伸 先暂时投靠到实险门下 站稳脚跟之后 再吐他侧 他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废水都可以再利用 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 利用一下奸臣宦官 那又何妨呢 甲娟之心动了 两个人不再停留于纸上谈兵 就开始行动了 他俩来了个联名尚书 忠心思想只有一句 强烈要求封实险为侯 封实险的兄弟为清草 趁热打铁 甲娟之马上又来了个孤独尚书 内容是 推荐杨兴为经兆尹 两封尚书 一前一后 一先一慢 一松一池 正向侠客比武的时候 前一招只是虚晃 后一招才是十招 可是 甲娟之和杨兴的小伎俩 没能逃出实险的火眼金睛 甲娟之在待兆期间 多次骂自己是奸臣 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实险自然知道他们是两路人 可现在甲娟之突然说自己的好 他能不怀疑吗 结果 甲娟之和杨兴的两封尚书 还没交到汉原帝手上 实险已赶在前面 向汉原帝做了工作汇报 忠心思想 无非是说甲娟之和杨兴两个人图谋不轨 正在这时 两封尚书传到了汉原帝手上 结果汉原帝很生气 愤怒之下的汉原帝二话不说 就把甲娟之以大逆不道之罪 斩首示众 把杨兴头发给剃掉了 罚他为守城的宿主 就因为两封尚书啊 一个丢了命 一个参了军 看来官场险恶呀 人祸刚刚结束 天灾就接踵而来 地震 日时 汉烙 疫情 面对着炎花缭乱的天灾 汉原帝急了 他把石仙找来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你不是说周刊 张萌等 是造成天灾的罪魁祸首吗 我已经罢了他们的官 为什么天灾仍然这样频繁 再这样折腾下去 只怕我大汉江山 设计不保啊 石仙这回找不到解释的理由了 只好磕头认罪 汉原帝在原谅石仙的同时 又把流浪在外的周刊和张萌师徒 调回京城长安 周刊被封为光禄大副 兼领尚书氏 张萌被封为太中大副 兼给世中 面对汉原帝的知遇之恩 师徒俩决定大干一场 为儒学派的振兴 贡献一份力量 然而 周刊很快就发出这样的感叹 现实和梦想总是存在着差距 上书掌管皇帝的奏折和赵令的上传下达 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是朝廷的咽喉所在 位置之重要 权力之重大 可想而知 然而新上任的周刊 坐在上书一职的位置上 非但郁闷 而且尴尬 原因是 他的上书 名存实亡 形同虚设 原来 现在的上书职位 已经被汉原帝一分为五了 此时还有四个上书 分别是五路冲宗 老梁 一家 陈顺 这四个人都是宦官派的成员 都是实险的忠实找牙 这时候的汉原帝 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也正是因为这样 周刊的任何提议和方案 都是仅供参考 说的再直白点呢 就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雪上加霜的是 汉原帝因为身体有恙 常年身居宫中 实险是他与外界的唯一传话筒 这样一来 连周刊有事上奏 都要实险代为转交 国家已经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 宏图不展壮志难愁 爱国心切的周刊从此患上了抑郁症 后来偶然风寒之后 居然一病不起 最后一命呜呼了 周刊死了之后 他的弟子张猛就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蔫儿了 孤掌难鸣的张猛没有逃脱实险的魔爪 实险随便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便要将张猛捉拿归案 俗话说 尤其是必有歧途 周刊刚强耿直了一辈子 他的弟子张猛也不是一个孬肿 眼看又要再次受辱 他没有任其百步 而是怒向刀丛寻真理 结果他先是仰望无情的天 然后拔出多情的剑 在卫阳宫大门前 以用剑自吻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 至此 儒学派的肖旺之 周刊张猛 先后为国捐躯 只剩下了一个刘更生 已经是一介不一的刘更生 此时对宦官派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只能一诗抒情 寄托自己的伤感和情怀 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汉原帝情斗初开时候 最爱的女人司马良帝 红颜命薄 汉原帝从此以后 对后宫花花绿绿的宫女 就不再感兴趣了 要不是汉宣帝亲自举行了一次选秀 只怕汉原帝会将光棍进行到底 而就是在这次选秀大赛 一位红衣女郎阴差阳错地得到了汉原帝的钦点 从此 汉原帝的皇后宝座上 多了一个叫王政军的女人 当然 汉原帝之所以立王政军为皇后 除了身在皇宫身不由己之外 更重要的一条是 王政军拥有两大优势 一是纯厚 二是善良 这样的人当皇后 谁都放心 可是 汉原帝在后宫中最宠爱的女人不是王政军 而是傅杰玉和冯杰玉 这对绝带双娇 这里呢 咱们就把他们分别成为大娇和小娇 大娇傅杰玉是河南温献人 原是上官太皇太后的侍女 后来被赐给实为太子的汉原帝了 汉原帝继位之后 就把他封为杰玉 他之所以得宠也有两个原因 一是长得漂亮 用姿色迷惑了汉原帝 二是在古代宫女 要想在宫中站稳脚跟 什么都可以缺 唯独不能缺儿子 稳着这个原则 傅杰玉不但为汉原帝 生了一朵祖国的花朵 女儿 还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 济阳王刘康 据说汉原帝特别喜欢刘康 说是很累己 对他的喜欢 甚至超过了太子刘谦 爱屋及乌 汉原帝对大娇是宠爱万分 远远超过了皇后王正军 和大娇的寒门出身相比 小娇冯杰玉的出身 就明显高贵多了 他出自名将之家 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 光禄大夫冯凤氏 前面说过 元康元年 汉宣帝任命冯凤氏 为护化使者 护送大渊使臣回国 结果途中遭遇 沙车国叛乱事件 他当即立断 以使节作为信物 携天子的皇威 调集附近各国联合部队 一万五千多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成功地攻破了 沙车国都城 凭叛乱于弹指一挥间 从而以最快最好的办法 成功解决了 西域动荡的局势 冯凤氏一战成名 汉宣帝本想对他进行嘉奖 然而只因萧旺之的 一句阻拦话 冯凤氏只被授予光禄大福 没有被封侯 出元二年 也就是汉元帝上任后的第三年 冯凤氏接了常会的班 担任右将军典属国 相当于外交部长 加上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永光元年 新汤因为虐待枪人 结果引起了西枪叛乱 当时连年遭受自然灾害 股价上涨 每弹股子在京市卖两百多钱 边疆郡县能够卖到四百 关东地区竟然卖到五百 在这种全国闹饥荒的时候 汉元帝接到强人反叛的报告 他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了座谈会 会议开始之后 包括丞相维宣成 御史大夫郑宏 大司马车级将军王杰 左将军许家在内的朝中重要官员 都是三间七口 就在汉元帝感到很难堪的时候 冯凤氏站出来结尾了 他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强民在境内 禁边反叛 不及时诛杀 无法树立威信 而致服远方蛮族 我愿率兵去讨伐他们 汉元帝就问了 何以解忧 唯有凤氏 何以至胜 还望解祸 冯凤氏就自信满满地说了 我听说善于用兵打仗的 利益不过两年 耗费粮食不过三年 因此 不用长久调动军队 而诛罚他们 就可立竿见影 过去因为不了解敌人 因此 这帐往往才刚刚开打 就受到了 枪民强有力的阻击 结果接二连三的 增援部队到来 也是枉然 更要命的是 这样的持久战 耗费不仅仅是 人力物力 还有威信 今天叛乱枪民 总共不过三万人 按常规用兵需六万人 然而 考虑到枪民的兵器 太过原始 杀伤力不够 我只要带四万人马 在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平定 这场叛乱 可现在正是秋收的时节 如果把军民 都用去打仗了 这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谁来解决 丞相维宣成和御史大夫 郑宏 终于打破了沉默 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 随即他们提出 发兵一万去边地 实行屯树的伟大构想 屯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边住房 一边做农业工作 冯凤氏当即就进行了反驳 此言差异 现在由于天下饥荒 战备物资十分匮乏 周边各少数民族 根本就不把汉潮放在眼里 所以才由羌人敢于反叛 如今只派一万人 分散到边境地方住屯 敌人看到兵少 肯定不怕 已经动乱起来的羌人 趁我方势力软弱 如果再煽动别的部族 一起反叛 我恐怕到那时 国内也不得安宁了 就这样 双方是唇枪舌剑 没完没了 汉元帝最后表态了 支持丞相和御史提出的 以民生问题为重的想法 但同时考虑到 冯凤氏的面子问题 征兵员由一万 增至一万两千人 允论剑的家庭